就是2007年的时候 我跟一群高雄关心环境保护的一些朋友 就成立了这个地球公民协会 那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透过跟在台北有一个叫台湾环境行动网的合并 就共同组成了一个转型成为一个基金会 那我们关注的范畴主要是在 第一个是关于台湾的森林水资源跟土地的保护 另外一个是其实就是我们大高雄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工业污染 那第三大块就是我们关于守护花冬 大家都知道说花冬其实现在台湾自然资源最丰沛 而且就是生态破坏比较少的地方 那是台湾人共同的资产 所以我们的领域主要是分成这三大块 过去我个人从事环保运动已经蛮久的时间 一些是一边就是当老师嘛 一边就从事环保运动 但是后来一直觉得说 其实你要保护好环境不是一朝一夕 那是一个很长远的工程 而且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也许在我们这一代不一定能够完成 而要靠下个世代 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说 环境保护关系到其实是很多政策面的改变 那你要影响到政策 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 你没有办法影响政策 比如说我们从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 在高雄地区不断的组织反核的运动 在高雄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核的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但是我们不断的组织群众运动起来 然后加上去年跟台北全国一起串联起来 的反核运动终于迫使那个 政府宣布合适封存 像这个行动其实就代表说 这个就是强大的公民社会量 是可以改变这个国家政策的 最近水资源就是旱灾的情况蛮严重 那其实我们关注水资源的议题也十几年 那我们一直的主张是认为说 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是在于没有管理 没有妥善的管理 不在于我们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 水利署一直说我们是 从单位的国土面积跟下雨的 我们讲说流到地表的净流量比起来 我们是全世界第18名缺水的国家 那但是其实大家都 还是平常其实感觉到 比如说我们每年到了夏天 是那个台风季节嘛 下雨很多 所以你不太会感觉说 好像台湾是个缺水国家 那其实原因在于我们 平常的水资源管理出了很大的问题 举例来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全台湾的这个漏水率 是超过20% 就是等于是我们拼命的从水库 从河川拿到了水 送到自来水公司 处理完之后啊 然后输送到家户 输送到商家 输送到工厂 中间就漏掉20% 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河川 其实污染很严重 最近常常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新闻 比如说我们高雄有日月光污染事件 它污染我们的后进系 然后在很多很多地方 我们看到那个一些工厂 把那个紫色的废水啊 彩色的废水就倒到我们的河川 那些水如果是干净的 基本上它就是可以拿来用 但是因为污染了 所以我们少了很多水资源 节约是必要的 但是节约不是靠 每个人的行为改变 其实是要有制度化的啦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家里用的 或者是一般商业空间用的那个马桶 马桶的规格 旧的可能就要13公升 但是比较就是比 效能比较好的可能它只要6公升 那其实你国家可以制定标准 就是 就是只能用6公升 超过6公升的那个马桶 你就是不能用 或者是你要就是逐年淘汰 对就是说我们是透过一些 比如说 对政府的一些油税 或者施压 然后想要去促成高雄的那个 污染能够减少